国际辅人3481地区第十分区的百福社 福友社 幸福社 天爱社等八个辅人社 全体社员特别来到朝静公园敬摊垃圾 进行环保教育参访 透过亲近基隆 更加爱上基隆之美 第一个我觉得基隆风景非常好 我是第一次来 探围观止 第一次来那个公园 以前只能到基隆庙口吃饭就回家了 第一个非常漂亮 而且我们也很有成就感 因为清了一堆的垃圾 而且你们的导览很棒 让我们有觉得是公益 学习 寻优参访的一个活动非常棒 我以前在基隆教了三年书 在重用 都是上完课就回家 上课就回家 对基隆都不了解 这就是基隆之美 海边看 以后我会常来的 我们是配合国际福伦 他希望就是说环保救地球 然后我们三四八一地区特别有希望每一社都能够完成 淨摊的活动 那所以我们就特别联合各社来一起 然后来淨摊 然后我们就是请八斗子 这个观光促进协会来帮我们做这个所有的准备 然后导览 然后教我们怎么样去剪垃圾 比如说他有分类 然后他还要帮我们计算重量 然后他还会帮我们登记到这个ICC 就是国际净摊组织这个协会上 这个网站上面去 我是基隆人啊 只是我是参加台北的福伦社 特别我们还有请到台北的另外一位慈恩社的 慈恩福伦社的社长 他叫阿默社长 他是阿默蛋糕的董事长 今天他也会来 然后我们也很希望他能够来基隆住点 刚才会在考虑来基隆住点 有 我有在考虑了 真的我觉得基隆一直在进步 哇 跟我们以前这个港口已经改变太多了 太漂亮了 因为我是国立海洋大学毕业的 所以我是就地重游 今天跟着福伦社一起再来回顾一下 以前在这边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 很棒 因为我到现在还是有住在基隆 基隆台北两边住 我觉得基隆非常棒 现在越来越棒 我是从小在基隆生长的啦 所以我觉得基隆这几年的改变很多 大家都说很棒 基隆市长谢国良 民政处长张渊祥与立委邱成远 都应邀出席国际福伦3481地区第十分区的联合例会活动 也感谢福伦社发挥公益服务精神 关注环保与生态 就是每一个人 甚至每一个市民 每一个公民 都伸出自己的一双手来替这个环境跟这个社会尽一份力量 所以为什么国良小爱爸爸一直有提到 希望打造有爱的城市 就是其实就是希望每一个人出一点点力量 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很温暖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感谢大家今天过来来做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应该未来鼓励更多的社团 因为要倡导永续或者是环境保护 来基隆做更多的供应活动 顺便来基隆参访 那一方面参访 一方面海洋 因为海洋是很多永续及供应活动的主体的核心业务 那未来大家一起参与更多的永续 然后来基隆观光 这样也促进整个基隆的景气 也促进基隆的消费 我觉得是一举好几得 今天很开心基隆是迎来了国际福人社三四八一 地区四社联合阅历会 来基隆从事进滩 以及做联合阅历会 包括演讲的工作 那国际福人社走到最国际的尖端 在基隆做这个海洋的进滩 海洋是台湾这个岛里面最国际的一个范畴 因为所有的大洋都连在一起 基隆是面临的第四天然气接收战 要在基隆港的外海来兴建 以天海遭路的方式 我相信透过今天的演讲 我们要表达基隆人 希望台北台湾各地的朋友 一起跟着我们保护我们的海洋 让海洋永续 让下一代环境更好 好我想这个非常感谢我们福人社 我们相关的这个社团组织 到基隆来办这个进滩的活动 我们知道2050近零碳牌 是我们现在目前全世界的一个趋势 那如何在环境永续跟产业发展中取得平衡 我觉得这是至关重要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格外有意义 尤其基隆是一个海港城市 那也是目前在我们谢国良市长的主政之下 他希望打造成亚洲最友爱的城市 所以在这个我们友爱的城市跟环境永续 以及产业发展中 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活动来达到三位一体的效果 市长谢国良说 基隆拥有山海美景与美食小吃 他也鼓励更多的社团来到基隆参与公益 也借此促进基隆在地的观光与经济消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